獨拜團體發起了簽署 絕不投降承諾書 你覺得有用嗎 作秀的因素可能會比較大 選舉很誇張 為了騙選票嘛 簽歸簽啊 會不會做到是一回事啊 怎麼知道你簽了 你是不是會日後真的會 就碰到了就真的不會投降 搞不好跑得比別人還快 作秀啊 不用看了 怎麼樣 一定是作秀啊 為什麼 選舉有哪一個不是真的 真的發生事 我不相信會站出來 這個為了選舉去操作 我覺得沒有意義 不投降 但不一定不會落跑 沒有說我簽不投降 我沒有說我不落跑 嘿嘿嘿 不一定不會跑啊 所以我簽完之後 真的發生事情 就直接跑走了啊 跑得比誰都還快 候選人的一個 拿來做噱頭的 我真的這樣認為啦 他做不做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他投降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很爛的一個手法 因為這根本沒有保障啊 我怎麼知道你簽了會不會跑走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超無聊的 所以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就只是 呃呃呃呃做秀 我覺得 就是這種逼別人表態的行為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民進黨自己之前也會自己跳票 所以我覺得簽不簽其實沒什麼意義 因為他沒有公權力綁住 所以他 他 他有沒有逃跑我們也都不知道 你現在的年輕人都已經站出來 不會再去為了這個去 去獨立思考說 喔你簽了我就挺你 不可能 而民眾又是如何看待抗中保台的呢 抗中保台嘛 現在不能這樣抗中保台啊 為什麼 現在如果講抗中會變抗城市中啊 對啊 這是民進黨的招數啊 真的啊 怎樣 就他們本來就是意識形態治國啊 因為民進黨就是把台灣跟民進黨會等於化在一起啊 就會變成說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挺民進黨 他就把你抹紅之類的 有些人 有些政黨會出來 呃會講抗中保台這個東西 那其實選舉完又沒有這回事 抗中保台那個就講講而已 為什麼 那 就 他們就只有選舉人都會出來講啊 平常也不一定會這樣講 抗中保台 對啊 這個就是選舉的議題啊 就我不是很喜歡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個我就是有一點太無聊了 因為 因為大家都在一直都在講 我覺得其實像現在還是 我們人民啦 還是真的在乎的就是 政府有沒有在愛我們耶 如果大陸武力犯台 國防部長邱國正說 台灣有絕對勝算 我覺得太有自信了 國力感覺差太多了 如果大陸打過來 我們一定輸啊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的作風一定輸啊 他們跑得比誰都還快啊 誰打仗 年輕人啊 欸你就好 當然是不會啦 當然是不會 絕對不會輸 對啦 不會輸 我認為大家要跟他拼啊 當然他在表面上一定要 表現出那個自信啊 是 總不能說 打怪我們要怎麼會輸掉 之類的這種話 很多民眾都認為喔 簽署這個絕不投降承諾輸 但是沒有說不會落跑啊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呢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呢接觸你的肌膚 你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呢 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